亚市执行董事叶家宝说 已经看过黄晶和新投资者所签的协议条款书 相信新投资者有意经营好亚市 至于昨天亚市发的声明 指股东和主要投资者将亚市控股权转让给港市 叶家宝就说当时没有说过 已经成功转让控股权 陈远勇报道 亚市经理人德勤证实 亚市股东黄炳君和主要投资者黄晶 和一个投资者正式签署买协议条款书 亚市执行董事叶家宝说 基于保密协议 不方便透露投资者是谁 新股东因为有保密协议的关系 我只知道他是一个在娱乐行业 各方面都是很有经验 亦都是在财政 在他的创意 因为之前我都接触过 知道他们很想搞好亚洲电视 我看过那个协议 大家都签了名的了 这是一个条款的协议 正式合同希望可以尽快完成 他又说如果合同顺利签署落实 新财团已经预留资金迎问亚市 至于亚市沉密发的声明 说收到黄炳均和黄晶通知 说他们接受香港电视主席 黄维基的主要条件 将亚市控股权转让给港市 叶家宝就说 确认黄晶曾经和黄维基接触 有关消息是黄炳均和黄晶发放 他愿意接受条款转让他的股权 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 当时他们的谈法是怎么样 但是我们也没有说到 他们已经转让成功了 只不过说是接受这个条款 怎么为之拜新闻部上台 我完全没有一个这样的看法 因为我们收到一个这样的资料 而新闻部也在作各方面的核杀 这个资料也没有说是一个成功的交易 他又说已经将补充资料 交给通讯事务管理局 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 亚者电视记者 陈苑庸